认为应该要这样 也就是说厂商要去证明你没有害人 我们看看是到时候会不会是这样 不是叫居民去证明说 我真的是受害 这个差别很大 好 所以这个 有很多的公安一直在发生 那在争论中每年都有新的报告 那2010年 7月 非常重大的连续的 两个礼拜内 差不多20天之内有非常重大的这个公安 2011年不到一年后的5月又有非常重大的公安 然后当年的7月又来一次 所以这两年就是我们的台湾社会呢 为了石化业 或是台塑 云林六青 整整这个东西我们是在有两整年在这边非常的 高度的争论当中 那中间又插了一个国防石化 要新建 所以我们社会就 环保跟经济之间的这个 这个论争呢就非常的激烈 那从2010年 我说7月那个非常重大的公安 给大家再回忆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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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这种燃烧 住在那里跟不住在那里 健康会怎么样就是很难理解 就是难道都不会有影响 一艘这个都非常大 民众真的是吓坏了 能不能跑到县城去抗议 运林县长苏正翻译出了重话 他说目前搞成这样 他要进行情迫见接待业项 中日文件8点12分 这是运林县运林居民休息的时间 可是他突然传来风的一声巨响 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原来是运林探索流行发生暴障 运林七十公里外 就能一起触碰到雙风黑风 把运林的天空蓝红一片 在接近场区 暗设的不一样到达了三十公尺 在当下轮 下方车也能为两台经过载现场逃就 还说那两期场 因为中日第二场的关系泄漏 引起不载发生爆炸 附近农民担心幸福 养残的农民产品受到影响 还到现场转移 一同合流行人员会先走 这一位新闻在这边 第一时间来站在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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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月就发生两件重大购买以外 这是不变更新凶猛 现在数字分也来到现场里表示 第二阵子就有不到发生 物体反映到中央 却始终没有温到相应回应 接下来台说 台湾向近期流行 新闻火箭计划 数字分说 两下轮 第一时间来站在市民 这一时间来站在市民 要是因为 應該是在川普天鋼,川普天鋼的孫荒青,川普做出檢討的孫荒青, 火種檢檢好青,安全如一孫,正繼續生生。 農民少林達成新竿從雨後落期的燃燒殘留, 更新後續收穿的黑夜路程,讓對農民產品產生影響, 讓最後開業的聲音將不斷大聲說出來, 也希望這次的大火能讓各界中收到流情的遇跡, 不要讓同樣的場景重複上演,記者不會小規定發動。 這是2010年對不對? 2011年你看,就是說差不多十個月後,場景都一樣, 我們人是善於遺忘的。 把這些香港達到ع到ril types, 有很多不同的主題, 我們附近相當東南 herb, 平和下裏部流經過仗有很多年級, 時間無 Denn地獎為門一發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5月12号这一次呢 我接到他们的电话 我就指挥他们说怎么去采样 所以8点40 民众陈勤六亲有时间点 你看8点40 然后一直往下 一直到12点凌晨的8分 一直到隔天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 第一次采样 第二次采样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所以我就教他们说 看风往哪边吹 那就去追着风去采 我们中华民国这么多年的公安时间 没有一次 会抓到说有什么空气污染 所有的去都说 查无实证 那就无害 那原因在哪里 可能原因就是不会采样 所以 我在地点在这里 然后我就说 你们追着他这样去采 你看这个都有时间点 然后用了一些采样器 所以刚刚听到说 国小去校长去报案 然后都采不到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那这一次不一样 2011年5月12月23号这样一场 那我们国家有一个叫做桌戒标准 那122立碗 绿乙烯这个都是很赌的 所以200 200 然后在这几次的采样里面 这两个都超过200 有没有 一个629 一个389 环保局就是用这个可以触发 因为那就超标嘛 这里面特别是绿乙烯 就是肝癌 非常独特的 化学工业的排放物质 只有它会产生这种癌症 叫肝血管道瘤 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 那除了这个也会产生肝癌 所以它是很清楚的一个致癌物质 火灾会排放 所以在当场的功能就一定会孤入到 这几年如果有一个人得到这个癌症 请问跟六亲有没有关系 如果其中有一个功能是这样 就很可能有关系 好啦 刚刚那个新兴国小 有没有 然后我们为了这些研究 曾经在这附近 这个环保署有这个侧站 然后环保署过来又去架设这个侧站 那我们在轮轰国小又车 所以在这个东南方 六亲的东南方 一直到台西国中 十一公里左右 离火载已经十几公里 风呢 只有到十一点的时候才吹冰风 有没有 十一点之前呢 都吹西风啊 所以你这个时候看的数据就是说 火灾没有影响啊 吹北风一吹 你看六亲自己侧的 但当六亲的南方吹北风的时候 已吸石化工业最重要的原料 就标高到四百 非常高 非常高 我们刚刚看到的 轮峰国小 有没有 我说差不多十几公里 这么远啊 红色的 绿与溪 这个就是我讲的来自癌的物质 在晚上 标高到 一百一十八 在世界各地演讲 都是全世界纪录 全世界还没有一笔质量 在石化工业区 十公里外 还测到这么高 火灾有没有 物质外泄有啊 被我们测到 我们用FTI 这个一种窑测器 那跟它一起来的 乙烯丙烯都一样高 要表示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来源啊 就是 那乙烯多高呢 一百多元 结果你隔天去看看 还一样很高喔 所以以为那天晚上而已 不是隔天 那怎么会这样 吹在好边又吹回来 风只要吹对了 你刚好有架设你就测到 风吹对了 你没有测量 你也没测到 你有测量 风吹错了 没有吹对了 你也没有测到 所以测得到测不到 是看你怎么去测到 在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乙烯 乙烯 你看乙烯隔天都还这么高 那我特别要讲乙烯 因为是石化的很重要的东西 那每次火灾之后 龙敏或鱼敏就是说 龙笋、鱼笋 它都差五四句 乙烯就是个催熟剂 在差不多十几PPB 突然高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催熟 所以有些要结果实的 它就提早结果实 不该开花的 你催了它就提早开花 所以它怎么样 就会长不好 过去都说 查五十几 那以后就说 是不是常常 石化工会其实 有这个乙烯的泄漏 泄漏到很高的时候 让那个地方的作物 本来要慢慢成长的 那你把它催熟了 那让你长不好 这是一种 可能性 从这一次这样做出来 还有一些血癌的这个本 等等的都有比较高 隔天都有比较高 好 面对这个问题呢 下台的这个王如雪说 这个管理的问题 密布的控管的问题 还在位的这个施言响部长说 这个没有 没有公安就没有死亡 大家重视的 政府部门 我们的官员 中央官员开始做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很严重的事情 对不对 工业局长 现在是 经济部次长 他说 如果没有透视公安 然后就 就应该不要让他复工 云林县 讲说这个 很多这个六庆 法律太多了 然后很多的不确定性的法律概念 这样的造成公安 那寅林县证我们看看怎么说 好 5月12号 18号台苏六七点 两次发生火警 美利县城 所乐林南亚海风场 和台苏绿西场 要从明年一号情全面提供 公安 您说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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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经济发展要在安全的前提下 所以经济发展要在安全的前提下 我希望这是共识 你发生过这么多次 那我就是 用我来证明说 发生公安会有非常有毒的东西 在晚上 淫晨 淫晨在干什么 大家在睡觉 睡在那里的每一个人 十公里之外的每一个人 就把这个致癌物池吸进去 他不知道 没有人叫他撤退 那 刘建国委员 讲了这个 环境前的问题 林靖兰先生在做一些看法 雲林县有九大诉求 只有容一夜发展安定基金 好像是十亿 三分之一 怎么样 其他都没有 其他到现在 都没有去实现 有稍微谈一下 然后就都没有 然后吴辉教授说这个 这个 他的看法 事件企业政府的原种管制 说得太差 完全对独特症实验严重不足 他那是什么这样讲 那我一直讲说 这是个案还是结构 我就跟工业局 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就是说 发生这么多次 就是整个工程的结构 公司管理治理的架构 都出问题 还有政府去管制他的 所以这不是一个个案 这一定会再发生 所以发生后 不是六月八号 在立法院就有一个工程会 我就被邀请去 所以五月十几号 我有很深的调查 所以我就有很深的感觉 然后六月八号的这个 立法院的工程会 所以这么一样很简单 我就要过去我要讲说 这一次的火灾 一个肯定的蛋白的治癌 可以到一百一十八米里面 的时间级 十公里下风处 还可以测到这样 还不觉醒吗 大家还坐在这里吗 你来说现在的心态 七八月很可能不再发生 我今天在这里说 七八月很可能不再发生 不再讲一次 他七八月很可能不再发生 所以听说这个在YouTube 是蛮有名的 就是我预测嘛 我六月八号的时候 如果他不改 七八月会发生 对不对 所以七二十九 二十六又发生了 他说两号文件 条第五十分 他说六七又创出大火意外 说话先行一场 反正东风环险突然爆裂 使得担任经济外楼引起火灾 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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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 虽然不是在三个小时后不灭 有没有重新造型的短线 但是距离上是大火只有两个多月 而且去年重大不慢以外 也才刚慢一年 以及当地居民伤的不满 没有有人的怨怒 没有人的记忆 记忆大家所记忆 会当先做改进 本期的结果 三号会大家做 二号会大家做 三号会 仇静 三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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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7月29号要审查南洋海风山的场局的复工计划 所以刚讲到今年的9月130几公里的要放来 我没有听说他有放完 我们社会也没有讲说他是不是放完了 水流行灰再发生 这很严肃的一百多公里 刚才说要11个月要做完 有没有做完我们不知道 我们社会好像又忘了 他应该到上个月要做完 他没有大提鼓说我已经做完了 如果有做完在省六星4.7 4.7 他就好好讲 我们做完了我们公安很有把握 显然到底有没有落实去做这件事情 不知道 所以你看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做的四代研究 叫流行病学四代研究 分两大类去找人 找两类的人就是比较健康的人 还有比较敏感的人 什么叫比较健康的人 他还可以走出来让你去检查 他已经很生病了走不太出来的 我找不到你 好 我们给他做问卷 给他做健康检查 抽了他的血收起他的尿液 我们要来看看 这些污染有没有在这些人的身上 留下一些烙印 高敏感的呢 我们对孕妇小孩子 想法是 那小孩子就没有什么 不良行性了 他只有被生出来 看看健康怎么样 所以这两种方式来看看 他的健康的进行 环境呢 我们做了很多的环境采样 跟工敏的检测 希望这样来连结做分析 有这么庞大的团队 采样请工业院 健康社代请云丽县的台大的这个云丽分院 然后问卷啊 废功能啊 生物标记啊 都在我们台大这边做 想法就是说 10公里 10到20公里 20到30公里 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差别 那这里面刚好有台西轮背抖六的環保署的空品车站 我们自己又架了14个车站 这三年来就在这14个点不断的用我们的设备在采 所以有官方的 有我们自己设定的 我们采了非常多的跟石化工业有关系的 这些空气样子 都用非常精密的仪器来做这些采样 然后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健康上面的指标的测量 那高敏感呢就是孕妇跟小孩子 我们出生后会继续来追踪这个 那目前正在追踪 那满一一岁满两岁满三岁都会继续去看这一群小孩子 现在有什么成果呢 那他不是不是讲吗 澳阳化柳是他的最重要的 10公里内10到20公里 20公里到30公里很明显 A大一啦 A就是最接近 这个一样臭氧也是A大一的 所以空气有变化了 小时平均浓度 随着距离越远浓度越低 受影响风向下的情形 刚刚说过啊 你东西把它 防保署把它放在这里 你要怎么知道那个地方空气有受到影响 只有风会吹来的时候最容易看到它吗 风受影响跟不受影响就有很明显 10公里之内你看那个差距都很大 70对52 37对30 9对3 你就可以知道非常明显 10到20公里 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 20公里以外 也一样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 所以 越接近的时候 受风速影响的时候 风向影响的时候就越大 所以空气中所有污染污染都在受影响的时候都比较高 在10公里内 然后代表性的就是二氧化硫跟牛氧化物都显著高移 如果平行这样来看 它都显著高移 外面的 在受影响风向的时候 淡氧化物也是 那这个都是环品里面规范的 那当初说摩世说没有什么影响 那我们说环保署自己的测战 测出来是有显著影响 那请问环品要不要检查 那不用我们已经信赖 我们这个什么政府的信赖原则 我们就跟人家讲了 信赖原则什么 信赖它继续污染 我核准你继续污染 怎么会核准它不污染 不是说那污染 好 不同的营运期有没有 我们刚刚讲第一期第二期 就随着工厂越来越多 你可以看到 3在前面的都表示 艾氧化硫、艾氧化氮、氮氧化氧、氮氧物 随着营运期别增加而显著上升 所以4.5期可不可以再扩建 4.6、4.7该不该 那就是越多起它污染就越严重 这告诉你的是这样 在台西侧这样 好 受盛行风的时候 一样 这就是它风向影响的时候更明显 都是一样随着奇景 奇别的增加而显著升降 那这个就是 我在4.7期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们 请看这个 这个是我们合格的排 他们爆出来的排放量 这个是健康标准 也就是国际上 现在都用75PPV的二氧化硫 在2003年的时候 排放量才3000多噸 每年3000多噸的时候 就已经超标了 一直到现在都超标 这是它报告的 不是真正它排放多少 没有人知道 我们核准多少 我记得我们好像核准 八九千吨 流氧化物 它的三分之一都已经超乎健康了 一开始我不是讲吗 2009年我做的时候 那一天的二氧化硫增高 它的心血管疾病就增加 这边讲说 大于75PPV的 就会有呼吸道的疾病 有没有 有啊 2003年到现在都是这样 那怎么说 我们还在容许的合格量之内 还可以继续再盖是吧 要来检讨为什么会这样 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这个报错了 测试没有测错了 也许是低报的 也许是模式错的 这样就已经超标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图 就是告诉我们 当地的空气瓶子的状况 已经恶化到超乎它的 这个寒容能量 这是二氧化的 其他的污染物 我们说跟六千有关的 有机 我们最近讲很多VOCVOC 那你就看看 红色的都最高了 谁的距离 越接近它越高 所以就刚好跟它有关系啊 比验中的重金属 翻起来的 都是距离越近 越高啊 红色 你看红色都比较高 你就知道说 越接近它的 很多的重金属 都比较高 这些都跟石化也有关系 受到来自六千工业区 风向影响时 帆跟诗都选速高 以非受影响诗 在十公里跟十二公里 受影响的时候 身 空气中的身 也都是比较高的 同念 多黄方香厅一样 也是 有看到显著的很高 这个我就 有几类 这个有细节 很多委员给我们意见 一看 比较接近的时候 工业型的多黄方香厅就比较高 跟交通型的就不一样 所以空气变了嘛 这十三年来一千多天 我的研究 不管是政府的监测 或是我们自己监测 就告诉说 离它越近 空气就是越不好 而且有非常多的 一二十种东西 我们列出来 它就是比较不好 那是每天都让 居住在那里的 西的比较人 更多 那这样会不会有 健康的影响呢 所以我们总共本来有三千九百个人 然后呢 最后呢 我们看那个 在当地 住满五年以上的 有三千两百三十个人 有的人 有从户见检 什么的 一开始是人次 三九零二人次 最后是三二三零人 我们用这样来做分析 所以 这个都是住满久的啦 住在比较近的 四十八岁 吃槟榔的 也有比较多 所以大家说 那生活习惯不一样啊 那我就好好调查 是哪一些生活习惯不一样 那所有这些生活习惯呢 在我下面的分析里面 都会把它控制 所以经过一千多天以后 之前讲的说 什么什么 这些人生活习惯就不该讲 因为当初我没有这个资料 现在我有这个资料 所以刚刚说 他们空气中 的重金属有的比较高啊 那我们就看看尿中的重金属 失凡深的 有没有看到 跟刚刚空气有一些连结啊 所以不只空气中的 溶度高啊 636位在10公里内的这些的 他的尿中的这些重金属 也比较高啊 所以那些东西已经不只在空气中啊 在住在那里满五年以上的 居民的尿液中撤出来也比较高 多航荒腔的一个代谢物叫1OHP 我们有两千多人 那你看看 不管我们用哪一个去比 A大还是B大还是C就是这样 越近越高 有的快高到两倍或两倍以上喔 你看 排除污染人以后这是0.17对0.09 相当明显 这什么都控制了 控制什么 怜瘾 性别 抽烟 饮酒等等 小兵啦 你可以想到的 也就是这些人是可以比的啦 没有其他没有不良习惯 有不良习惯都把它当什么一样呢 还是比较高 很显著的高 废功能 不管是全部的 不抽烟的等等的 你是排除很多很多的因素之后呢 那就是住 住的比较近的 废功能呢有几个指标 就是大气管跟小支气管 它的作用是污染物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你去看它都是比较坏的 所以刚刚讲那个是 这个是用力肺活量的百分比 也就是这个 在它的流量流速 我们呼吸的这个流速 一样都显著 施工里面是比较差 所以不只空气中有 尿医中有 干扰到某些功能 我说这个叫健康世代 还是比较健康的呢 走到社区来 让你能够 都 五十回 六十回 七十回 它都可以走到来让你看的 那些 行动不方便的 那我就不知道它的状况 一般我们假设它就会更差 都看到这样子了 理学检查呢 就施工里面的BMI 你就跟慢性病有关系的 BMI跟腰有的 臆强力都比较高 血液生化指标呢 血小板 GOT GPT 这个总感固存 低密度 这个 子弹板 距离十公里面的异常力都最高 我们刚刚都不是说有肝癌吗 那我这次说比较健康的 它的肝功能就是不好 肾功能就是不好 这样知道吗 刚刚讲说肺功能不好 肾功能 然后我们就把十公里面最不好 这一个人 我们用很多方式来看 然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诶 这个 身呢 尿中的身跟 尿素带 这之间的变相 是可以有关系的 所以已经 掉在每一个人身上的 某一种重金属的量 跟它的某一种生理功能之间 有非常好的相关系 那这个都是到个别去的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区域 所有个别 所以四百六十个十公里面的居民 尿中生的龙柱 在控制所谓的增加 每增加一个单位 它的尿素蛋就会增加 0.58个单位 那我们未来就是像类似这样要做很多 我还没有做到血液 血液的东西都还没有去做 现在做尿液而已 那血液一定会告诉我们 另外一个故事 现在是尿液 可以看得到 这样你们 希望可以 让你们了解说 很辛苦是这样的 要做这些每一笔资料出来 好几个小时 一笔资料都叫好几个小时 好玩仪器 然后算完浓度 这是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追踪的结果 目前我们也有一千多 这一千两百个人 我用目前去中 三个人已经过世了 就是所谓一追踪 就是未来的时候 他是什么必死亡人 我们也会进去搜集 那因为他个人的资讯就比较多 所以再回来做我第一 2009年的那个研究的时候 当有人在讲说 这些死亡可能是他个人的习惯 比较不好 我就有收集他的习惯 就可以说没有这个人 可能习惯是很好的 目的是要这样 1.3%的人搬家 3.6%的人更换工 这个工作 好 我们说 怀孕的妈妈 他的尿中呢 繁门隔也都比较大 小孩子还没有收集 也太小了 只能收集妈妈了 所以我们的结论 传统污染物 规发性有机物质 都显著受到影响 在近以六斤十公里内的 十到二十公里也是有受影响 不要讲说他没有受影响 二十到三十也是有受影响 所以这个是慢慢的 不要受影响 他就是不受影响去 那重金属 凡师生虐头 多航方香丁流五种 都是比较高 繁门一批 的情形是这样 然后中金属是这样的差别 肺功能 这里受影响了 有这么多指标 小器官功能指标 大器官功能指标 所有大小器官都受到影响 健康检查里面 跟心血管有关系的 跟肝有关系的 三种指标都看到 异常力在时空里面比较高 那你就会来想啊 那一人到今天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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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